因为回到六年前的时候 在2010年的莫斯科 当时中国队和新加坡队进行冠亚军的争夺 结果新加坡队是打破了这个僵局 获得了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 当时丁宁和冯田威呢 冯田威是战胜了丁宁 战胜了刘世文 丁宁准备冯田威发球 今天对丁宁来讲压力还是很大的 因为他必须要赢 如果他输了 北京首钢就没有第五盘了 所以他赢了以后呢 双方打成2比2 还有第五盘的最后争夺 确实蔡老师给大家讲了一个背景资料 俄罗斯的视频赛的 这个应该是第一场吧 这个丁宁出阵 还有一个就是伦敦奥运会女单半决赛 也是他俩对手 伦敦办决赛的时候 丁宁就战胜了冯田威 是的 那个时候丁宁已经开始成长起来 没错 伦敦奥运会的决赛 就是他跟李小霞打的 所以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两个人的对阵 当然不可同日而言 今天的丁宁不是当年的丁宁 今天的冯田威也不是当年的丁宁 2比2 没错 所以就是我自始至终跟我的学生也好 队员也好 老跟他们在讲 就是今天就是这个竞技体育的成绩啊 是创造出来的 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2比3 就是谁能把握住今天这20分钟 比赛是动态的 谁能把握住这20分钟 谁就是今天的王 所以你说今天输了之后 你再说以前的冠军 再说今天什么发烧了 胶皮没粘好了 有用吗 没有用的 所以就是今天就是今天 这个只有一个这个12 16年12月4号的下午 这场比赛只有这一次 5比2 3比5 两个人现在打得都非常谨慎 比赛刚刚开局都在试着 就像踩点一样 都在使用一些试探性的战术 这位比5 这位比5 黄天威 加油 黄天威 加油 黄天威 加油 黄天威 5比5 看见这个侧身还是很有威胁的 5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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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你觉得是不是他俩有些共同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两个都比较粘火 你想打死谁都不太难 都比较难 另外呢他们两个你看速度上都没有刘世文快 力量上都没有李小霞大 但是呢他们两个在在这个相持过程中都是属于那种 为输入比较少 比较稳健的 确实是 蔡老师讲的非常对 但是就是现在的这个丁宁更加厚重 我所说的这个厚重就是有实力 你比如说冯天威这个目前来讲现场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冯天威今天是一身轻 他是抱着向这个丁宁学习拼丁宁的这个态度来的 他的这个战术什么偷长的反冲 以及他敢于搏杀说明了他这个今天的这个这种心态 但是呢就是随着比赛往前的推进 丁宁是慢热的 他现在就是你你现在可以搏杀上几个 但是随着往前比赛的推进 丁宁慢慢进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角色当中去之后 就丁宁就好像一个就就缠住对方 对方就跟着他的节奏走 你就会觉得你想赢丁宁一分都会很难 就会有这种感觉 没错 所以对于冯天威来讲呢 我就觉得他打左手的这个能力战术 花样得分点还不够多 所以呢他可以今天他刚才这个一开始上来的 他必须要靠这种连虎带蒙 对博杀他才有希望 不然正儿八经呢跟丁宁拉开这种 车轮战他肯定就是不太好打 好的 你看他今天这个非常棒 对发球迁攻 直接得分 所以他这质量还是很高的 这个老将还是有经验 打得很聪明 有一个 这个其实发球很急 偷的也不错 就是这个最后一板没有到位 对这个跟比分有关系 你要是在前面的话 三比三的时候 头肯定就拉上了 有了 所以说这个 9比9 你看 这个时候的这个出手 就有点犹豫 就不是很果断 并且呢 丁宁这个时候 关键球用下蹲发球 对对方的心理 是一种威慑力 应该还是下蹲 来了 10比10 那这就是关键球了啊 嗯 看看这球 冯天愿刚才发的抢功奏效 看能不能又抢功 来了 这绝对是博杀 12比11 刚才虽然比较勉强 但这个球打的还是 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看看丁宁这个球怎么办 也应该是发球强 这样冯天愿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 就以12比10 取得了胜利 我们请刘维给大家点评一下 这最后两个球 嗯 这一局应该说冯天威啊 这个经验冲老道 这个并且抱有这个年轻运动员 去放手一搏的这个心态 战术 这个打得非常奏效 这个这些搏杀 基本呢命中率还很高 所以他拿下了第一局 那么这一局呢 让我们看到丁宁呢 最近应该是缺少一些系统的 这个训练 不是说他这些球没有放出来 而是有一些球呢 就是静不下心来 就是跟对方这个对抗 其实他有一些球 完全可以再稳一点 其实冯天威现在是呢 是想用前三板搏杀 打乱他的节奏 那么他现在呢 就着急要跟他对抗 作为丁宁来讲呢 有这个实力 你搏杀没有问题 你来搏杀 我在后面四板五板挡着你 就是这个心要放下来 对丁宁而言 现在一定不能急躁 这是一个关键点 刚才在留一点评的时候 丁宁在下边也在说 滔滔不绝地在讲 我看郭燕在那很耐心地听 可能也是在讲 我没办法控制不住他 是吧 他确实威胁很大等等 其实这个乒乓球就是这样 一定要摆正心态 不要控制他 你要控制他干嘛 两个人比赛 你还不允许别人 打你几个了吗 我有时候我老在的时候 我说我说你太矫情 就是说太娇气 就是别人打你两个 你就防吗 刚才这个球 打出点味道来了 就这种球 你就来吗 我就防着你就行了 就是一人两个发球 你发球的时候 你再打对方 对方发球的时候 打你两个 有什么奇怪吗 很正常的事 对吧 对方打你 你就该防防 该防守转进攻 该怎么样 你再琢磨后面的事 对吧 你不要想 我控制不住他 我怎么着 整得自己很焦虑 是吧 你看这点 刚才那个第二个球 现在就有点 心有点放下来了 飘那一把 就是那个防守 其实叮咛 他是防守转进攻型 他首先要先能静得下来 再寻摸着怎么进攻 你看他现在就开始 漂亮 开始打了 这种有理有据的 有章法的 有轻有重 收放自如才是叮咛 对 你看这就 第一局没收住 对 这是手转攻 一旦出现这种节奏 这是冯天威最害怕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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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节奏 现在给冯天威打乱了 给冯天威现在呢 就是说下手也不是 这个这个不太好 搏杀那个点 不太好找了 二比五 六比二 加油 加油 六比二 这个搏杀 毕竟叫搏杀嘛 毕竟这个准确性实力并不会高 对 六比三 你看就像这种球 这都不是叮咛的球 叮咛的球是五位失误很少的 没错 所以说他前面几板一定 现在的叮咛一定要减少 就是五位失误 你看这两个都全是五位失误 减少五位失误之后 形成五到八板的相持 就是叮咛的天下 加油 五比六 加油 叮咛挺球暂停 你看他现在要暂停 说明还是就是着急 没错 所以这可能也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球 他觉得没数 心里也没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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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冯天威尔也现在要搏杀 要下手 在哪个球上下手 他要干嘛 计算要精确 而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就会造成他的失误 好的 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 对 大家注意 中路偏正手 这判断的问题 对 我们看丁宁的这个下蹲坎式发球 其实两个球现在发到冯天威反手的都是侧上旋 这心态 可以看到这个 冯天威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底气不足感觉 是吧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失误 好 大家看到了 现在双方的第二盘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丁宁一直是中国 就靠这个发球了现在 别的球无畏失误太多 9.8 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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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就看心理素质 大家看到了 现在双方的第二盘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1比6 还是很壮 敢出手 丁宁一直是中国乒乓球值得骄傲的人物 因为在这个李奥运会的时候 在闭幕式的时候 他是打齐的 1比2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 我俩正好坐一个飞机 当时见到他以后呢 这次表现的真的不错 他也非常谦虚 心急加心虚 其实冯天威的这个力量旋转速度 打不打不破他的这个防线 没错 想吃 哎呦 这是个运气球 我以为都下网了 这球是吧 运气球 运气球 这样打成视频了 冯天威现在又过去了 又过去了 带来了一线生机 确实这是一个运气球 那么现在对丁丁来讲 这个时候说实话 你说你平时说高多少 这个时候已经不太管事了 因为最后还是 这些关键球 关键球 现在十比十 擦我 重发 这是个侧下 侧下发到正手 侧上发到反手 冯天威这个反手 只要不拉出界 形成相识 对他来讲才有一线希望 哎呦 这发正手是一个侧下去 十比十一 加油 加油 跳跳 跳跳 加油 今天给丁丁 这威胁太大了 是一个挑战 对 因为现在到这个时候 我看说不准了 开始那时候跟刘伟还说 说这个丰田维赢的概率非常低 但是现在看来在这个点上就很难讲了 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丁宁的这个眼神 随着这个比赛越来越严峻 挑战越大 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光 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劲 太可爱了 漂亮 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到位 这场球很精彩 大家现在关键球观赏到每个人一个发球 这个时评之后每个人一个发球 这个主动性 你发球你可以设计这个球这么大 但是你不发球的时候你是被动的 谁发球谁在进攻队 这就是看出这个丁宁啊 这个奥运冠军的这种特质 他感觉能感觉到并没有那种犹豫或者是感觉有点胆怯 但是冯天威呢今天呢在这个路子上 脑子很清晰 基本都是中路啊 中路偏正手 打的点非常准 13平了 丁宁的这个拼劲 他敢于发一个正手长球 这个时候 真给你拼了 而且很显然能感觉到这个冯天威对丁宁的发球很凑 他有一种害怕 逆旋转 这其实是个机会 没有展开展开手 拳着这个再拉 但是这是可能在整个平淘联赛中 这是对丁宁威胁最大的一次这个一次教练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自我调整的一个过程吧 就是你如果说冯天威换成这张面孔换成国家队的一个队员 那么丁宁是一种 平方球技术方面的点评 我们也希望在针对着比赛的过程中 他们刘也能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点评 冯天威发球 0比0 这个挫球不错 居高零下速度很快 一比1 加油 双鸣 加油 一比1 加油 一比1 一比1 加油 一比1 一比1 生上 他是逐渐的进入角色 不错 但是呢 就是碰到 今天有困难 碰到对手了 他是越战越勇 越战越勇 就是这种体育精神 我觉得值得大家学习 尤其是现在 还在上学啊 一些 就是 我我现在就是 应该说在研究什么 体育教育 就是通过体育段落 孩子们应该得到什么 是一种人格塑造的一种原动力 通过这些体育精神 真正让体育精神鼓舞起自己来 面对一些挫折一些困难 这是咱们这个教育的这个目的 你看未来的丁宁会发挥越来越好 他现在已经把他自己 就是身体里的潜能全部调动起来了 虽然有困难 刚才我说了 你看防守无为失误 这都不是丁宁的球 今天确实碰到困难了 但是怎么办 他把第二局能够咬下来 第三局就开始喊 开始调动自己 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优秀品质 在打之前 我跟蔡老师说 冯天威今天能赢一局就不错 对吧 所以说冯天威确实 第一局的这个搏杀非常奏效 但是第二局关键球没咬下来 对他来讲 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同梦奏效 九一 五一 几 五一 八比二 八比二 五一 八比二 二 五一 六一 五一 五一 七一 六一 六一 六十 六一 六一 9比2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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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10 但是你看现在冯天威进入到那个怪圈了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进入到叮咛的那种节奏了 他觉得现在赢一个球就非常难了 就是进入到这种怪圈 那么怎么打破这种怪圈 对于现在的冯天威来讲 依然需要什么前三板的搏杀 并且这种搏杀是在什么呢 不像前面这个1比0领先的时候那种搏杀 很踏实 对吧 现在是在逆水行舟的那种搏杀 就是是一种心理上的挑战 所以你看蔡老师咱俩说来说去 我总觉得这个乒乓球比赛到最后呢 归纳 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学这个阳明心学 打到最后 其实乒乓球的比赛就是在打 心动于不动之间 对 心脏提到嗓子眼里的 你会影响你发挥 一方面是心动于不动之间 另外一方面 所以运动员的这个最高境界就是新的修炼 修的训练又需要很大 首先你要有很高的智慧 这种智慧的引领 同时还有一些专业性的训练 漂亮 0比1 冯天威加油 冯天威加油 2比0 看到现在的这个比分啊 让我突然觉得冯天威就是还今天还有一点做的不好的地方 是什么呀 第三局输的太快了 3比0 真正一个老道的运动员还要做到什么呢 快赢慢输 你输的时候要慢点 你看这个这个 这说明什么呢 第二局关键球没拿下来对他心里的这个影响 他还第三局为什么输那么快 他还停留在第二局的阴影当中 他没有开始想技术战术呢 提里吐鲁的第三局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现在反应过来了 面对第四局已经1比2落后了 2比3 是吧 第三局输得太快了 这太快了以后容易长对方志气 对啊 赢的时候可以快点 输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漂亮 你看叮咛这两个大角度 这对一个老运动员来讲确实无法 4比3 千万真比目说 公镁月亮 加油 还是在着急 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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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平urs 加油 加油 他对这个冰冰的下针砍式发球 一直有阴影 他判断不好 这个发球的动作非常隐蔽 有正面的 有反面的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旋转 并且是在不同的落点上 两种旋转 对他来讲就是接发球的难度系数 又提高了一倍 5比5 就咬住了 就咬住了 对 这个冯天威这会儿又开始慢慢地试着投入进去 咬住比分 6比5 今天冯天威这个发球 一旋转发球之后的抢攻 给丁丁也带来了很大威胁 这球的质量还很好 另外今天冯天威一个优点 就是打丁丁的中路片正手这个点 5比8 我们看到丁丁现在还是着急 他心里现在非常着急 想快点拿下来这一场球 那么现在由于他的心里着急 他所实施的这些战术 都静不下心来 静不下心来来打 所以这个 心里的这个重要性 对乒乓球运动员 确实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心里强硬 心里稳定 对乒乓球运动员的重要性 你打到5个 真打到第5局7分 就不好说了 刚才已经经历了一个10比10 是吧 对 漂亮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第2局关键球 冯天威拿下来了 他大分2度都领先 怎么打第3局 因为他关键球 那个2分球没拿下来 所以第3局快速的输了 对吧 高了 这个揭发球 7比10 那今天分天威队 对丁丁的发球的 悬振的判断 看来是比较差 对 发我 怎么发 好 11比7 分天威队 还是要静下心来 认真对待 就是 只是对球不对人 现在由于心理 冯天威队发球 漂亮 真棒 这球是太好了 对 今天其实他们两个人 这场比赛已经超越输赢了 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追求那种人球合一 就是你看 这个球的回合 是在前面都没有看到的 但是在 在第5局 这种情况下出现 说明他俩真的都太棒了 你看三个落点 全在这个丁丁丁的中间位 全在这个丁丁的中间位 这个执行起来 你想明白很重要 但是你执行起来更难 所以说这个冯天威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关键时刻还能这样去执行 很棒 刚才有一个机会 丁丁错失了 也就是冯天威白短 是个机会球 高了 丁丁没有下手 直接就是过渡了一半 造成了这个球的失误 这时候来看 来看虽然说现在三百零领先 但是要想拿下丁丁 根据以往的经验是非常难的 看看丁丁有什么办法 在这个时候 下蹲砍尸发球 这是他的拿手好戏 对 这一板球 这一板反拉 也是丁丁的一个特点 基本不漏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是系统训练没有保障 另外一个在这种关键时刻 就是也会有闪失 来 看到冯天威的这个动作了吗 乔老师 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变化 就是第一板球没打完 他重心有点往下做 这说明什么呢 他想侥幸心理 他就想对方千万别过来了 等待对方的失误 这是关键球要不得的心理 今天这个冯天威 确实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的冯天威 不仅仅他今天扎这个小辫 一上来显得很独特 很精神 但今天这个球也是 整个很有认知 2比5 现在丁丁还没有放弃 没错 真的 真的 现在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因为在前面的整个比赛中 尔多斯1980 是2比1 暂时领先 现在是第四盘 如果冯天威再赢一个球 尔多斯就取得胜利 6比3 这对于冯天威来讲 也是一个比较拿手的球 对方一轻蹭 他反了 现在孙老师叫了暂停 这个暂停要的非常好 因为你说在这个时候 对冯天威来讲 要过什么关 那马上 现在赢一个球 20多斯就取得胜利 6比3 对于冯天威来讲 漂亮 中国乒乓球 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的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的公开赛 漂亮 我发现 我们看到 这次赛是 3比3过后的情况下 连班四局 你可以看到 丁宁的整个状态 从那场比赛 我们可以发现在 最近的情况下 刘世文的 都没有 全身心投入 而且该攻一攻 该打就打 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这就是奥运层犯 还有自身的发挥 都可以说是很高的 我们要有个心理起了变 刚才6比3的时候 咱俩刚才解释 他胜在弱点上 对吧 但是他刚才一出手 打到了丁宁的反手 才使得丁宁 这个很强硬的反手 防回来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这真的是咬下来的呀 这真是一回 这种输 今天这场